第1iedzix二君 aw02 以 repechen 王修 舞斬 上次那天太大 этой 那ningar divorce 我是磨乾草 燕粉辣霧 我的肉又香 又脆 你知不知道 如果被 prompt fish 影響出胎、大吉利士 門口和狗 逗為何知了 你要告就就盡管告 我報應還未害怕,我害怕你報警 這是生命 馬拉雞對你這麼好 你不可以這樣背叛他 那些阿黃經常到處咬人 你們不可以有狗性、無人性才行 還要我 你怎麼會這麼厲害 還給你 你別說得也很熟悉 一年三千多隻狗,你能夠救多少 你們少捉,我們就少捉 先打算 之前手術費一平,住了14天 我當你五塊水一天,成為7000 你知道找我瘦醫出診嗎 是天隔嗎 瘦得很貴 你們千萬別讓出去 讓人知道我在外面幫你們醫救 否則又會被道德有差 又說地方沒有燒動 燈光不夠,你明白吧 我呢,想領養這隻 我這隻是純天形狗糧 是沒有人工防腐劑 還用新鮮的純毒做的 馬上咬到全家嗎 要養就不要打 要打也不要那麼大力 大力也不要氣養 氣養也不要人道毀滅 人道毀滅,也不要那麼不人道 我們也有打的 無合 我們是不會不明不達地給你一隻狗 不要問你 哈囉,今天是2018年8月18日 好像達人在線裡面 好像不見了阿仁哥 跟我採在哪裡 其實我們今天去了銅鑼灣 這個無合的優先場 我和很多粉絲一起去 看完《無合》 原來仁哥還有一些特別事要去辦 我和一些粉絲 有一些 以前我也想邀請他上來 講一些靈異的事情 今天仁哥沒有時間上來了 我全權今天頂了他這個節目 也沒什麼問題 反正我經常都這樣做 經常都喜歡吹水 今天邀請了一個妹妹 一個姐姐上來 妹妹你介紹一下你自己有什麼名字 我叫潘一心 大聲一點就行 我叫潘一心 我給你一個花名 花名叫什麼名字 小神婆 靈異的小神婆 為什麼她有這個花名呢 稍後再介紹給大家 另外一位就是先人獎 哈囉哈囉 我是私人獎 你是私人獎 她也是有一樣東西 看到和感覺到很多靈異的東西 稍後再慢慢講 先講一講 我們看《無合》那部戲 妹妹你今天看過之後 你覺得好看嗎 好看 為什麼會好看 因為她會令人感動 沒錯 因為那部戲裡面 全都是講怎樣救狗 還有不要虐待狗 虐待婆婆 那個有一個 莫就講 麗雲姐 那個婆婆 是不是虐待 虐待那隻狗 狗打著 不要讓牠放牆 是不是 很短 是啊 還要帶狗去打針 打死牠 那隻狗很乖 那隻狗很乖 對嗎 嗯 那隻狗叫什麼名字 記不記得 馬 馬什麼 馬拉高 那隻狗 老實說 我們拍這部戲 我都是用了一整天的時間 雖然我拍過幾句對白 你有沒有見到我拍那句對白 看到 拍照好嗎 好 好 明天我要拍多些給大家看 好 現在逐個逐個故事講 第一個故事講大姐姐先 你留回去慢慢講 因為你的故事有時間講的 知道嗎 誰啊 你旁邊的大姐姐是私人獎 你看看牠 你看到牠 你看到牠有什麼在這裡 說不可以 有兩男兩女 有兩男兩女 在牠後面 是不是 是 惡惡嗎 對你有沒有惡 有惡過 有惡過嗎 就是剛才我們聊的時候 比你惡過 那你稍後再講你的特異功能 那我現在講一講我們姐姐先 好了 私人獎 那我問一下 你好像跟了我一起去馬來西亞 那我想問一下 你怎樣認識我 怎樣找我 那對於大家講一講 你為什麼要找教授呢 由頭說起還是怎樣 由頭說起 你還不知道 好 那我是開水晶店的 那我開水晶店 很特別的 我跟一般買水晶不同 我那裡有個神壇 因為本身我是密宗的 所以 會有很多客人 都會在一個神壇 會在一個神壇 會求籤問事 或者 其實我因為認識很多關於佛法的東西 那些人來求助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沾到一些邊的位置 是關於他們的業力問題 那其實整件事 其實爆發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一次 有一個朋友 我們叫朋友的媽媽來求助 他甚至全家人都來求助 就是因為他媽媽的健康有問題 那就很奇怪的 就是看醫生 中醫西醫什麼醫都看完了 都說不行 那其實我看他媽媽的眼 因為我自己都在神婆圈錄了一段日子 其實我都會分到哪些人是卡陰 哪些人不是 即是你看到他是業障病 還是病 還是精神病 其實一看就知道 其實他那些是半尖寫的 給別人 那時候 那時候就個人 太高傲 不夠謙卑 多時 就跟別人的冤親債主講話 講數是嗎 類似的 其實我自己 當時那一刻 就覺得自己 在說的是道理 但是其實我之後 因為他影響了我很多事情 折磨了一個多月 最後他有上身影響我 搞到我又自殺傾向 又什麼都有 其實但我都反省了自己 這件事 即他令到 這件事令到我謙卑很多 因為我 跟那個冤親債主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也知道 他一定是做過一些很錯的事情 我看著那個人的眼睛 他一定是做過一些很錯的事情 你才要跟著他 我知道你都會很傷 但是 放下 我跟他說 因為你報他仇 跟著他死了 他又報你仇 冤冤相報 永遠都沒有著數 如果有機會 你就一起向佛 那一刻 那一刻 他那一刻 他那一刻 他就生氣了 我感覺到他生氣了 那我就更加確認 他有些事情 然後 就由那一天開始 我公司 本身是 保持著 都是上陽的 即是 那個業績是上陽的 從那時候開始 我的業績 就是一直下跌 直到我想 剛剛這個半月以來 我是沒有了一半的生意的 那你那時候 發生這件事到現在 是相距的幾個月 接近兩個月 兩個月 對 接近兩個月 剛剛現在好回來 這半個月 我們叫做 即是折磨了一個半月 甚至那些客人都感覺到 即是 他壓著客人 不停在玩 我的門鐘沒有人 但是門鐘在那裡 叮噹叮噹 然後什麼都齊 壓著客人 不讓我收錢 那些客人進來都出回去 即是 即是我自然周圍的環境 你感覺到暗了 即是 即是 不停地在我周圍的切出 這樣轉 那其實 其實用過很多方法 那我自己都有同門 還有我自己都自己 有物鐘的方法 但都很老實 我個人就很懶 物鐘的修痕 其實就應該要每日一修 但是一年沒有修 同樣跟我一樣 師傅給了三個年書 我看了十月 我又說不懂 你不要叫我捉鬼 我不會的 我不行 這樣又不收 結界又做得不好 到出事才來做結界 即是 其實我自己都知道 方法有但有沒有做 一直都沒有做好的 接著又找回以前的同門幫手 有些有靈事力的 其實都看到 又說 我身上 其實那件事只不過是觸法 其實我因為 我學很多東西 我這十年在神婆圈 就由 跟一些英國人去學通靈 跟新加坡靈煤 又去修痕修痕些什麼 又學 Energy Healing 即是那些 能量治療 即是什麼都學 靈修法那些也學了 即是讓人告訴你 有那些 可以將你的人 提升你的靈力 你又去學了 是不是這樣 那又沒有 Exactly 這些 不過有很多各花各樣的 我都會去尖 即是你問我 我到現在到最後 又準備學新東西 這樣 這樣 學你們的東西 這樣 但我覺得我的人生 本身我是 享受於每一件事 我都去學去找我的真理 但是 我想問你一件事 你學了這麼多東西 約一約是否要付錢 要 要付錢的嗎 有些是長期付錢的 可能跟了兩年左右 然後又沒有付 有些就是短期cost 短期cost 這樣 學了很多這些 那麥宗就沒有的 麥宗是你歸醫了 你肯回來 你肯做就可以了 這樣 但是 亦都因為這樣 其實很神奇的 高sir 你第一次來我的店見我的時候 你便問我 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你學了這麼多東西 但你每樣都學到半桶水 然後搞到一生都是東西 現在我一幫你 即是你說你一幫我 那些東西就全倒給你 那其實你這句話 是跟我其中一個 以前看得最多東西的 那個同門說的是 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他也是看到所有東西 可以跟他們溝通到 他就說 我在每一次學不同的東西之中 都一定會有些東西黏在你 想一起學 但是呢 本來想著和我一起學 我又學了一半 又不學 然後他們又黏在那裡 就是一直在聽你的 那些東西 他那時候就看 好像搞不定 你搞了那麼久 然後我們又等 因為我寫信去自己的門派 就太遠了 在美國 一直都覆不到回來 還未覆的 要等兩個月 發覺我搞不定 有一天 我覺得真的 全身都是惹到一個地步 我感覺到他們不肯地弄我 而我覺得自己就快倒了 覺得真的要試一下求助 那我的同門就叫我 不如試一下找你 他說 外面那些很多都怕他們騙錢 但是他知道你是好人 是會幫人 很熱心 做義工 他都見你有很多例子 那他就叫我試一下 那我其實呢 自己有個壇 那我就什麼都會問壇 那所以呢 我就馬上問我的壇 我是不是要找這個高師傅 你還有拜一個什麼 除了蜜忠還有什麼 我那個紅財神 都是蜜忠義 是的 都是我們師傅開光 那我因為我們的壇裡面 其實我最多客人 都是拜我的紅財神的 因為我們的紅財神 都幾活躍的 但是我沒有想過 原來是紅財神 令到我找高sir 是嗎 是的 那就是因為我的壇 我問過我的壇 我是不是應該要找這個高師傅 那接著那個壇說是 那都OK啦 那其實在之後 高師傅叫過我 上去荃灣分壇 那去到那裡的時候 其實荃灣分壇上去 他就說不幫我的 那是因為他們問了聖輩 就說 這些東西我自己引回 就幫不了 其實最主要的 為什麼不幫你 我現在告訴各位 不是說你們上來 我們神壇 分壇就能夠幫的 其一 你知道最主要嗎 他又拜物宗 又拜這個各樣 又拜深培這麽多樣東西 如果我們的壇一出手去幫你 就你在那裡 你招惹賣過 我不知道那些是什麽來的 就全部都進入了我的神壇 所以師工就說不幫你了 就叫另外去處理 但是你那個財神爺 像神就說一定要找我 所以我調氣就不信了 他找了我有個原因 接著我就親身去你的店舖 延純山在2樓那裡 摸摸摸不知為何摸得上去上面 他說不是摸那裡的 本來我沒有心去的 不知為何就舉摸腳摸了我上去 剛剛就見到你在那裡 進去裡面 一進門就見到你的地主 地主就摸我的腳 就摸我的腳 又叫我幫了 喂大哥啊 我是人啊 我是神啊 是不是 我都看了什麼的 然後跟他聊天 感覺到你裡面有很多東西 很多的飄滑飄滑的東西 那些靈體不是要害你的 他是想求你幫忙 幫他 好像他後面兩個都是這樣 就是想要人幫他 是的 要想要人幫他 你知不知道 好像你這些 你最好翌日跟著我 跟我做天線 好了 他就以為幫了 後來我們就打開 你的櫃子打開了 就見到你那些 密宗的神在那裡 和將神 將神的眼睛閃了 跟我眨眼睛 就是叫我一定要幫你 那我想 全灣坟坦不幫你了 那還有誰可以幫到你呢 我突然想起 我還有不知道三日還是兩日 我們就過去馬來西亞 找個鄭孫師傅了 那我就想 只要我師傅 才可以 有辦法和你化解 其實那一刻很感動 因為我上到荃灣分壇的時候 一堆聖杯說不幫我 那邊因為他們都是很守規矩的 總之師傅說不幫就不幫 然後其實是高sir 唯一一個 我看到他真的很有心 是不放棄我 我這樣說 我幫你想好他 就是我晚點再打給你 然後看看怎樣可以幫到我 所以那一刻都很感動 但都因為那一次 他們拒絕了我 我又走去問一次我的壇 我的壇 我的壇還叫我找他們 然後我又去了自己派的堂口 那個壇再問一次 我是不是要找你們 那他都說 我堅持我是要找你 所以你一見到我那天 你一直問我 你幹嘛要找我 你那些 你知不知道你幾大單 幾難 然後我說 我都不想 高sir 那個壇都叫我找你 那你沒辦法 那我答應得到 你知道什麼 我最慘的一件事 我心軟的 如果有人說一定要找我 我就一定去幫他的 就算不見兩毛拼骨都好 我都會幫他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對我這麼信任 我沒有可能會說 不救你 那我不是跟你講一樣東西 我說除非一樣東西 你要馬上飛去 找我鄭穆順師傅 那就一定去馬來西亞 還有我們下廟 是不是見廟 建廟 你知不知道 起廟是一個大功德 那我就叫你去去參觀 那我告訴你 你說要問問那個神 是不是 我不是在你壇那裏問 問一下將神 你說一定有聖杯 一定出聖杯 因為他一定要我幫 我大哥說 我沒有法的 我三本符書看十頁 你不要叫我捉鬼 我怕鬼又怕 不要看著我笑 所以 那我唯有把你轉介給鄭穆順師傅 但是我告訴你 我對你都很感恩 因為你對我絕對信任 問了之後 你馬上去打電話 去找機票 貴一貴的機票都去 我的家人和朋友 以為我傻了 又不知道我跟什麼人去 跟什麼男人 怕被人性交轉運 是啊 我最好就是性交轉運 那我都想著 找你試一下 是不是這樣 你轉你運 轉我運 好了 那你一去到馬來西亞 你肯跟我去 那你和你姐姐去 其實你覺不覺得 你去那三天 是太少的 應該去到五天 我當然想 將來公司業績越好 的時候 去幾個月都可以 那我希望你一件事 如果幫到你 你不用給什麼錢 或請我吃飯 有機會 在鑽廟那裏 捐一些錢去建廟 一定會 那你的功德就一定很大了 一定會 好了 去到那裏 又要講一下 去到那裏 那我就將你的情話 告訴我鄭師傅聽 那發生什麼事 你告訴大家 告訴鄭師傅 不是 我將你的個案 告訴鄭師傅 先 那鄭師傅和你做過什麼 其實分了兩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 就是師傅的徒弟做了 幫我做的 其實 因為我 自從和那個朋友的媽媽 的冤親債主連結之後 其實我是一直都頭暈的 因為 總之他媽媽有的症狀 我就有了 頭暈 眼睛好像開始被火燒 眼痛 其實是一直 第三眼都被人按住了很久 第一次就是師傅的徒弟幫我做的 那位師傅幫我做完之後 其實個人就馬上醒了 但是他也跟我說 那時候就跟我說 你以後還是不要這麼多事了 最初其實講到 我都想過要轉行 因為 就類似是業力的東西 真是不可思議 只可以這樣說 你不可以加入別人這麼多東西 你不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你不知道那個人的前世究竟 究竟鬼慘還是人慘 你決定不到 所以他就說 總之就不要多事了 我說但是不行 那些人來 我又有個壇 肯定能碰到邊 肯定問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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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全部都幫不了 但是關我的事 而又很有趣的 很多撞鬼的人來找我 不知為什麼 每個人賣水晶呢 我賣水晶 我就特別多撞鬼的個案 就是很多 可能一個星期 試過最誇張的一個星期 三個是真的有東西的人上來找我 而他們都會放下了些東西在那裡 因為這樣 因為你那些 你講講給大家知道 如果他撞鬼的人 他有些帶了那些水晶鏈 或者他給你加持 和我念碼 其實一樣東西 他就將那些東西 寄存在你那個 你那個神壇那裡 或者你的店裡 好了 寄了他未必會走的 那你就受懷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沒有跟他加持 都不幫他做任何事情 他只不過來找我談判 但是都會放下了些 又或者那時候 我會 不知死 以前我會教別人念咒 某些咒可以傳 某些咒物中不可以傳 某些咒可以傳 我會教他們消業障的咒 因為很有趣的 在那個壇道求籤 有時候某些人 他們的東西 未必是你帶水晶 或者做些什麼就可以的 有些是業障的東西 就是你要撞腹要升 我會教他們念咒 但其實這件事是最差在戒 就是戒入別人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師傅就叫我 全部都不可以再做 就是這些東西 你賣水晶就賣水晶 不要再跟別人說任何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CUT 其實那一天 師傅幫我做完之後 我是覺得個人醒了 但是我回到去就想 我完全跟我本身 開這間店的路線是不同的 因為我不是很賣精石的 應該這麼說 我是賣精石 但其實我是同時間 是玩能量的東西多些 就是兩樣東西 業力和精石這些東西 是交叉的了 我的神壇 去教導那些人 那些人求籤 有些什麼要問 那我都交叉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我不可以做 那我不如轉行的了 我已經要想 那你轉行 那你這麼多粉絲 那麼多粉絲 那又怎麼處理呢 是啊 很頭癢的 其實我那一晚都已經有點睡不著 但是其實呢 之前那一天 我來之前 很有趣的 那我有一天 其實有想過 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未找鄭師傅 但找了你了 那我就有想過 其實有人勸我封身 封身就是 你一封了 就不是你們那些通身情 封到你個人 都沒得修痕那種封身 應該不用的 不用的 不用的 總之她說封身 那我也有想過 其實我不如封身做個正常人 就是做個普通人 就是賺錢吃飯 休息睡覺就算了 有想過的 那天這樣想完之後 那天我就出了兩張 即是有兩個人來消費 那兩張單都是1122 那兩張單都是 那很奇怪 那兩張單這樣之後 我就開始想了 因為我的信仰裏面 其中一個叫做 天使數字 就是天使數字 那1122是說什麼呢 就是我接下來 將會準備要做的 就是我一個人生的使命 和目的 都不夠神 神載我跟你們去馬來西亞 坐飛機找鄭師傅 在那個飛機過程 前一晚沒有睡 你們是這麼早 我就睡覺 睡到半醒半睡的時候 突然間我的電話響 我教了飛行模式 飛行模式都會響 他響的apps的廣告 但其實我教了飛行模式 不知道為什麼會響 不會響的 即是他響了響 在飛機裡面 在上面的 飛行的上空 都響得到 然後響了一下 然後我就看一看電話 然後又看到1122 我就想1122 我明白了 我這個旅程應該去得非常對 而且我有些東西 我在他們身上找到 我的人生目的 這樣 這樣 那我就很順 但是之後我就再睡覺 我沒有空 我還print screen 然後到我醒的時候 咦 10點50幾分 但剛剛1122 剛剛1122應該是11點22分 但現在10點50幾分 很有趣 直到我醒了 那個人清醒了 我找回 我print screen的時候 那個電話 即是那個螢幕 真的這樣顯示1122 但是上面 我capped screen的時間 是顯示10點22分 很古怪 即是你當它有buzz 喂在飛機上 好像電話一小時 對 總之就突然這樣 你說有buzz有什麼都好 但這種巧合 你不能夠解釋 而且又真的 那個1122是有這個命令 所以我更加很確信 如果我去這個旅程 我要在你們身上 找到我其中一樣 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老公 是不是這樣呢 在高太太看到 我很害怕 然後 所以到師父幫完我 即是師父的徒弟幫完我之後 其實好像所有事情都處理完 就是叫我回去 什麼都不要做 我在想那怎麼辦 但是好像 那個人生的目的和意義 是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那我就好事忽衡 那我就問 其實我是不是要學你們門派的東西 我是不是要入教呢 這樣 那高Sir就立刻說 入教要問師公 你現在立刻去問師父 這樣 就叫他問師父 你不要入教 是的 所以就 膽粗粗地問師父 師父都說不可以立刻回覆我 那又要 早上凌晨4點鐘 開壇問師公 我都說 但是其實我自己都很忠於自己的教派 即是我都很忠於我的師尊 我說如果過了你們那裏 是不是一定要斷了前面 那其實呢 除了高Sir 你說沒有問題之外 其實每個其他同門 其他師父都說 你入了教 你就全部其他都要斷了 那我又頭痕了 所以我那一晚也是睡不著的 又頭痕我是不是要轉行 又頭痕我轉教的話 又好像離棄我自己的教派 我又不是的 我終於 即是我覺得可以兩樣的應該 那到第二天所以我見到鄭師父的時候 他跟我說 不是的 現在問了師公了 我可以又入你們教去學你們的法 又同時間我保留我自己的教派 哇 我立刻鬆了 第二他又說 我的客人可以繼續來我的壇 馬照跑舞照跳 只要不要把人唸咒住 即是OK 其餘的東西可以繼續做 那我就都鬆了 就是這樣 那到我之後 其實在你們幫我做的那一天 我有part time上班 我公司的數字已經馬上回來 還要是到我本身設定了一個新目標 因為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的目標 一直到目標 我還加了一個新目標 打算可以繼續向上衝 誰知道就向下錯了 那這次你們幫我做完的那一天 即日其實我公司的目標 已經馬上到 因為我有繼日的目標 你知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因為師公要給一些靈力 讓你知道 知道會很厲害 沒有 老實講 如果你來看我又是這樣 不看我 你看看我幹什麼 那我會幫到你一些東西 還有 那後來師父親身跟他做的那些東西 是 師父親身跟我做的那件事 其實我可能最期望 本身我想著 可能第一次師父仔 我就想應該有那些感覺 誰知道沒有 不過我也想 不過不要緊 一個人醒了 但師父說讓我入教 但他說 你想聽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我說 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斬兩刀 痛嗎 當然是痛 他說 痛嗎 然後我說 噢 那不會死就行了 是不是 他就有解釋過 他說有一件事 其實我這次都問過鄭師父 我很想說的 但他說不應該說 那我就 那些就不要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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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件事就幫我拿走一些東西出來 另外那樣是心魔那樣可以說 其中一幫我拿走一些心魔 另外就拿走一些東西出來 那在他幫我拿的那個過程 他幫我斬兩刀 其實現在都還瘀了 不過我想現在錄不到 應該都淡了 淡了 淡了 那他斬我兩刀 然後他在後面不知道尿什麼 那我其實是閉上了 那我姐姐和另外 都是拜紅財神的那個朋友仔 就坐在旁邊 那師父在我後面尿尿尿尿的時候 突然之間 我是整個人這樣升起 然後那些手都向上升起 但是我的朋友都說 我姐姐都說 師父沒有碰過我 但是我感覺到那個東西 被人這樣扯出來 然後師父這樣推一推我 扶回我之後 那就完成了 那在我那一刻 我覺得 我正在跟師父說 我之後跟師父說 我感覺到你是真是很有能力的 因為沒有一個師父 即是我遇到那麼多的老師 學到那麼多東西 沒有一個師父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在我身上 但是其實我的手腳會不停動 是自從我學過某些東西之後 經常都進入到某些狀態 就會自己動 他是唯一一個幫我把這個東西 抽出來的人 他是可以另外進入那個狀態 所以我知道他真的很有了度 還有你知道的一件事 我相信你學的那些東西 有一件事是走火入了魔 所以你裡面的心魔就在 但是有些東西 我知道的 我不能告訴你 因為我法力不夠 我講了之後 就瘋了我 你知道嗎 我又怕鬼又怕死 又怕是非 所以我經常都收回自己 可以寫給我的 寫給你 不是變成是私信 對 你不算講了給我 不如我約你出街 喝咖啡 整天晚上講 OK 那一樣東西 你覺不覺得 你做的時候 那個靈魂好像出來一樣 有沒有這樣講 我覺得他扯了我的東西 但是我就不覺得靈魂出體 不是出體 但他是整張有東西 有左邊那裡扯出來 因為是很有感覺的 那我之後 其實整個過程 回到家那一天 都是痛了 痛了很久 因為你突然間 我身體裏面 缺少了一件事 那你這件事 要補充回去慢慢 就是等你做手術 割樓割東西 就是這樣 其實他都講得很重 就是連連數都講中了 就是說 應該幾年前開始 這件事已經在你體內 然後我數回 對 合得到 老實說 你都叫好運 鄭師傅 不是那麼容易 跟你親身下手 跟他做事 謝謝 但是你那天 因為你的個案特別 還有可能很美女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 叫鄭師傅跟他做 你知不知道 我在神壇那裡 我說 鄭師傅 我經常介紹人家 去做求助 然後我又做教練 我不是惹了全身的 冤親債主 鄭師傅都給我抽兩下 給我退 整個瘋的 那些傻的 那些傻的 什麼跟他做 然後 罵我兩個人就走了 是不是 我想叫他給我做 讓我精神一下 是不是 老實說 所以你真是很幸運 還有當日去到那麼多個 鄭師傅都沒有親身 用手去跟他做過 那你有沒有吃榴槤 鄭師傅 有這麼多榴槤回來 我吃了一顆 因為我胃痛痛了很久 我去之前已經痛了 還有你的姐姐 是不是 是 我姐姐很神 我們飛之前 其實前一晚晚上十點多 大家同時間 大家都瘋 我說胃痛痛痛了幾天 她又肚痛痛了幾天 你知道為什麼 告訴你 那些髒東西 有一個討論點 是的 我也猜到 還有很有趣的 其實我找了高sir 高sir 因為那時候 我的舊同盟 教我用懷柔政策 即是他們要什麼就給他 你瘋了 然後高sir就這樣說 瘋了 從我不給那一天開始 我不給那一天 即是我找了高sir 之後第二天 高sir說瘋了 我就不給了 收回那些東西 那一天就開始玩門鐘 玩得很厲害 是的 然後玩門鐘 玩得很厲害之餘 但是呢 我的數字就開始 其實反而開始有一點生意 所以我也知道 我應該是走對路的 到後來我和你搞地主之後 和你問過我的地主 將我移一點點 當然你的東西就會回復 因為地主坐得不舒服 因為地主坐得不舒服 是嗎 好了 現在上集就夠了 讓我們先買廣告 下集再來說 好不好